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曾经上传一个视频叫做 对任何人都不生起 增染心 其中有关五样的无名障碍 就是叫做五毒烦恼 贪真痴万疑 当时蝙蝠墙只是略题 今天就详细为大家介绍这个 佛教之中所说的五毒心 贪真痴万疑 五种的心 这五种的心是我们每日都会生起的烦恼心 这五种的心会令我们做各种各样的恶行 就像毒药那样阻碍我们修行 所以称它为五毒 而且就算是佛菩萨成愿再来为人的话 只要来到这个世界 自然就会重新感染这个五毒的心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自己 觉得自己修为很差 因为我们都有可能是佛菩萨转世再来的 只不过是暂时被五毒影响 蒙蔽了本心 所以我们必须精进修行 才能够慢慢找回我们本来的佛心 现在逐一跟大家介绍 就是贪真痴万疑的第一种 贪 其实贪有很多种 普通来说就是财色名食睡 这五种的贪 人人都有的 钱 美丽的容貌 出名 吃得好 又常常要睡足 有些人一份份很多个 喜欢睡觉的 这些就是贪的一种 其实人一生 我们都在这个五毒的贪里面打滚 那我们就度过一生了 因为我们贪图这五毒 财色名食睡 我们就心甘情愿被他束缚着 成为他的奴隶 被他牵引着我们走 我们除了晚上睡觉 我们从早到晚为生活奔波 忙工作 忙于赚钱 希望更加赚多些钱 忙于享乐 同时又追求各种名誉 地位 有些还不择手段 不讲道德 而且到了某个年龄阶段 你会有色欲的要求 你除了追求感官上享乐 有时你可以不理家庭的责任 和社会道德 如果再广泛一点来说 在修行人当中 过程里面如果有执着 沉迷在某一个状态 或者境界 也是一种贪 第二读就是真 这个真就是生气的意思 生气有很多种类 比如别人骂我们 我们不能忍受 就是一个真心 继而这个矛盾就会升级 有时我们表面上不出声 但是心很不舒服 这也是一个真心 真和贪刚刚相反 贪就是遇到快乐的境界 我们拼命追求和贪恋 真的时候遇到不开心 不欢喜的境 我们抛弃它 但是可惜又刁不去 所以就起这个真心 第三就是痴 痴也可以是如痴 不明是理是非不分 那就是痴的了 我们不明白是理 可以是对世间的因果道理 我们不知道它的存在 比如说人是怎么来的 死了我们去哪里 我们通通不理会的 不以为然 甚至笑的人对这些有兴趣的 这些都是痴的 对于真理 自己或者其他人 能够修行解夺 我们不相信 觉得好笑 这也是一个痴的表现 还有一种如痴 就是对是非不明 别人跟我们说的对 正确我们以为错 别人跟我说错的东西 我们以为是真的 总之自以为是 过于执迷于自我的一切 都是痴的 至于第四 慢 就是傲慢 我慢的意思 将自己觉得好了不起 你看不起人的 这就是慢 譬如你的儿子做了官 发了达 你做母亲的 真是聪明了 我儿子 到处向人炫耀卖弄 或者有人 有一只很漂亮的狗 觉得好了不起 带这只漂亮的狗 周围招摇过市 和人炫耀自己的名利 能力 财产 这些全部都是慢 有些人真的很有能力 有地位 财华 阳日高人一等 结果他看轻人 不尊重人 看小人 这些都是慢 来的 虚荣的心强 喜欢和别人比较 很多人 憎人 富贵 厌人 窮 真是觉得自己 我比别人 不是差很多 不认输 认为人家 没什么能力 这些也是慢 这些就是觉得自我膨胀 这些就是慢 比如修行人 也有这个机会慢 以为自己已经我证悟了 有一定的神通智慧 看不起其他人 这些又是慢 最后的疑 就是什么呢 疑就是怀疑 毫无道理根据去怀疑人家 否定一切自以为是 想当然下结论 迷信自己的一切 这些都是疑 对佛法因果道理 和见地有怀疑 或者迷惑 也是疑 比如听了佛 跟我们说 只要我们用心修道 总有一天我们都能成佛 我们听了 就觉得 什么我们都能成佛 不相信 这些也是疑 因为人人都有佛性 只不过被无名障碍 当我们学了佛 将无名障碍 减去 我们的佛性显现 我们就成佛 当然这个要时间 但如果你不相信有这个可能 你这个就是疑 所以各位佛友 现在了解了这五读之后 我们尽量在这方面修行 当然这个很难 但难之中 我们才继续努力 那就一定有所改善 有成果的了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谢谢大家收听